这个Network它就是被认为是Transformer的一个计论者 然后从这四个方面展示篇文章 首先就是Transformer已经成为大约模型的一个事实架构 最初提出架构是为解决循环模型的一个顺序训练问题 但是就是说这个Transformer它也有些问题 就是说首先就是Transformer的一个并行训练 它导致了一个就是低效推理的问题 而且然后它每一步推理的复杂度为线性复杂度 第二个就是内存限制的一个键值KV的一个缓存问题 它导致Transformer在部署的时候对于环境不太友好 第三个就是不断增长的序列长度 导致它那个GPU的内存消耗的增加 然后也会导致推理延迟的增加 推理速度的降低 因此现在就是很多努力继续开发下一代架构 只在保持Transformer的训练并行性和竞争性能的同时 实现高效的常数复杂度推理 然而想要实现以上目标是具有挑战性的 因为就是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 如右下的图案所示 就是一个低成本的推理 低成本的推理训练并行度 然后强大的性能 认为这三个角是就三角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然后目前已有三个主要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这个线性化的一个Attention 它是使用了一个核函数来近似标准的注意力得分 它使得自回归推理能够重写为循环形式 但它的建模性能以及性能就 它建模能力和性能都不如Transformer 然后第二种方法就是回到循环模型 以实现一种高效的推理 但它就是牺牲了训练的一个并行性 然后为了弥补这一点 有采用就是主元素训算符来推理加速推理的 但这也会损害模型的一个表达暗能力和性能 第三种就是探索其他的机制来替代这个注意力机制 比如说S4模型以及其他变体 然后在这本文中 图子就提出Litative Network 后面就LitNet LitNet它同时实现了低成本推理 高效的长序列建模与Transformer相媲美的性能 以及并行模型训练等多层目标 据起来说出的就是引入一种多尺度 Retention的一个机制来替代一个多头注意力 它一共有三种计算范式 及并行循环和分块循环表征 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通过并行表征 它能够实现一个训练的并行性 它可以充分使用GPU的资源 从而加快训练的过程 第二就是它的循环表征 它能够在内存和计算方面实现 高效的长数复杂度推理 从而显著降低部署成本和延迟 并且因为它不需要使用KV缓存 从而大大简化了一个模型的实现 第三就是它的一个分块循环表征 它能够实现高效的长序列建模 并可以而且还可以并行的对每个局部块进行编码 以提高它一个计算速度 同时循环编码全局块以节省GPU的内存 然后作者后面就进行大量实验来比较 Net和Transformer以及它的变体的一些实验 然后部分实验结果如下面这个图一所示 你看出它的这个GPU的一个降低了百分 降低了G 它是就是它的Retnet的一个GPU成本是Transformer的 Transformer是它的3.4倍 就是降低了70% 然后它的推理速度则是推理 它的吞吐量是提升了8.4倍 然后它的推理延迟则是降低了94% 然后这些它说就是隐形人注目的特性 都使得Retnet成为大约模型中 就Transformer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计论者 哇塞 那要这么看起来它好猛 如果按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是的 后面它这只是部分 后面还有更详细的实验 然后首先就是模型 它的一个模型与方法 Retnet它是由一个相同的快堆叠而成 它结构其实与Transformer类似 几层差连差 然后Prelial模型 然后每个Retnet 快包含两个模块 一个就是多尺度的retention 后面就简称MSR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钱馈网络 然后它中间下面进行MSR模块 就是说给定一个输入序列XXE 这个Retnet它以自回归的方式 对序列进行编码 它将这个输入向量打包成X40 然后它Dmodel是它的一个隐藏维度 然后计算它的上下文化的向量表征 就可以表示为XL等于Retnet XL-1 首先介绍一下Retention 它给定输入X 然后就可以将其投影到一维的函数上 VN上 然后再通过它一个中间状态 SN将VN映射到ON上 然后它用循环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映射 就是如这个下图所示 我要理解一下 这个Retention应该是它的重点 对吧 对它这个重点就是用这个Retention 这个Retention是输入是维度是X 它是X乘以D 就反正引空间的那个维度 对吧 对引空间维度 X是它输入的维度 然后投射到E维函数 XN它是把这个乘以了一个权重W是吧 WV就又映射了 对通过SN 对它这个SN是一个中间状态 是个中间状态 中间状态将VN映射到NNON上 ON上 这哪里看出来了 就下面这里 就是它中间这个SN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循环表达 循环状态 对吧 对它每个里面都有一个SN作为一个状态 然后计算的话 通过VN这样来计算的 然后我自己去推理一下 就推理出来 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后面这么一个公式 就是就用V 就是用这样VN 就是可以跟ON就产生一个映射 我在看一下 这个V是投射到E维空间 那V就是E维空间对吧 E维函数投射到E维函数VN 将VN映射到ON 就是下面这个是吧 第二行 他现在怎么用O用用都用M了 M是1到N M是1到N 他如果你用把上面一个带下来 一层层带下去就叠代算下去 最后中就得到这么一个公式 这QQN是啥 QN是QN是QN就是那个X乘1WQ是吧 对对那个Q那Q举证 Q举证是X乘1WK的话是 嗯 样子能表达什么意思呢我在想 它后面还有后面还有 还有那继续继续 对 然后他还对就是对矩阵A进行一个对角化 然后得到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对角化的一个形式 然后其中伽马跟θ属于就是这么一个 一维的一组 然后最终然后就可以得到他的 an-m就可以表示为这么一个 然后将他将这个这个倒三角 这个就吸收到了Q矩阵和K矩阵当中 然后他的前面这个方程式1 就哎呦方程式1就可以重写为方程式3 然后他就得到这么一个 那这个 on相当于output的是不是 对差不多 他是在弄了一个 就说我怎么通过这个retention 这个相当于这一层吧 你把x 经过他这个retention之后得到的是on 就这意思吧 然后怎么计算的过程 就是这么个计算过程 对吧 对他其实就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推理 就是我要将就是如何用v 他v他是就是输入v是跟直接跟输入相关的吗 对对前面 对然后就v然后就他通过这么一个公式 他其实其实就是加一个循环 我这个是通过循环计算的吗 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表示了一个成了一个并行 你好这个数学公式在物理上是表达啥意思啊 这个我在我在我在网上也看一下那个vnvv和x的关系 我看看v和x关系反正就是成了一个权重对吧 对啊就 哦那我本来x假设是一个n维的 本来就是n维的 哦不对 哦他这个nxn是指dn个是不是 对他这里是x他这个序计算是xx1到x0维度他有这么多维度然后n是dn个 是是是这个意思吗 对dn个然后他因为他是个矩阵嘛 所以xn他应该也是个是个呃 他相当于是个向量对吧 对向量乘以了另外一个向量 向量应该乘以另外一个可能应该也是个矩阵吧 你说这个ww对对w是个矩阵是个矩阵 然后得到了e为函数 好这个vn然后反正通过他一套计算都得到了on 然后但是他要通过一个循环 他说他有循环 因为有中间状态 每次有这个中间状态 中间状态xn 而且每一个中间状态都是跟上一个中间状态相关的 对吧 对 也就是说我这个x1到xx1就是啊 我从这样那s是从1开始的一直到 哦他他这个o的话是从他跟前面的所有的都相关是不是 对他跟前面的所有的v都相关 对啊 因为他就是其实就是说怎么怎么表达就是他sn是跟sn-1就跟前面的相关的嘛 对 然后我算到后面就是说其实就表示就sn其实sn说是n他其实是都跟前面就是1012到n-1它其实都是相关的 然后他所以表示到后面的这么一个求和的公式的话他其实就是将其实就是他前面是一个循环计算嘛 其实到后面就他就变成一个就是我可以就是 那是并行计算了哦你说他是把上面这个带到下面去是不是啊 上面就是对就是一层层一层层带对然后把s全部都去那s1是什么东西啊 我算了他他是带到s0s0的话就前面这项就没有了就只有这一项了哦哦对你看到那就就相当于nm等于n的时候就是a0的话就没有了吗 呃他这个他这个好像不是从0开始他是从1开始的所以s1就是s0s0就没有没有的话那就说呃s1就等于k1t乘以v1是不是啊n是从1开我就说线标是从他线标是从啊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就带下来化开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长这样之后他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他说明了on的计算是可以并行计算的是不是啊对 为什么可以并行计算我看看啊呃因为这个vv是从1到n的所以他这个v是可以并行计算的是这意思吗对我觉得他意思就这样因为以前你是要要先算出s1然后算s2算s3然后这你就算下去然后现在的话我又可以直接算了吗嗯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如果说是on减1的话我可on的话我 只需要加上我最后的就要加上最后一组就行了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q等于这个x乘以w还有个权重k的话也是x乘以一个这些这个就跟那个标准传词嘛就一样了就是k和啊query和key是吧对上面就是v嗯啊那我明白了ok哦那我懂了懂的意思了ok嗯嗯嗯嗯 后面他就是对a进行对角化然后就得到是这么一个就然后他就是这个东西他说是称为xpos啊是有有其他的一些就是transformer变体就是用了xpos这个东西嗯然后就是说可以就是提出一种相对位置嵌入然后作者就将这个gamma进一步简化为一个标量那标量就可以提到前面来了嗯然后这个提到前面就可以得到这么一组 就O1可以有这么几好反正经过对角化得到这个上面那个33然后再通过呃反正就xpos嗯改了对他是简化进步简化对干嘛是个标量嗯然后提到前面然后后面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表示空已经公了 QO2 QA2 QA2 QA2'd QA2 QA2 qA2' kv 然后呢再往下呢再往下呢啊再往下就是他是然后就用就是表示一个就Lit에는它不是有三种范式吗那个锦连组介绍了 所以先软Litensen的一个并行表真它如图右右边这个图所是Litemos 하면特别不应就定英为就是Q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计算 Q就这么一个计算然后V是这么一个计算 然后它其实就是这里 它是相较于标准transformer 它其实就是多了一个这么一个dnm 哎呦dnm它就是gamma的n-m四方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让我想想 提醒我先讲循环吧 就是后面这个东西 它其实把两者统一起来 所以循环它是有这路一边 这个3b这个图所示的 它是就是可以表示为一个循环网络 它就有助于推理 它这个形式就非常简单 就就是sn等于gammasn-1这样kn乘以dn 就这么一个计算形式 对 然后这它的并行就是 它是引入了这么一个dnm 就是gamma n-m四方 它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相当于这个里面的这个gamma 因为它这个它这有个gamma嘛 如果我循环计算的话 它gamma会不停的进行个密计算 对吧 然后它就把这个东西提到了这里去 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相对位置的一个编码 然后它在通过这个计算 然后就是它就 我的理解就是说它其实两个东西就可以 就是虽然说这么一个上面就是一个并行表征 现在是循环表征 其实它们两个就是能够统一起来 我再看一下啊 循环表征 它有中间中间状态sn 然后retention 通过这个retention程 那就是前面刚才上一页讲的嘛 对吧 对 qn xn 然后后面可以化解化解成一个很复杂的式子了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循环表征 然后上面这个并行表征 是从通过下面这个循环表征去化解得来的是不是 对 这个并行就是前面这么这个嘛 对 这个就可以差不多 就是这个qk 这个d就是前面这个γn-m嘛 嗯 对 就这么一个 它其实这个d就是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循环表征它有寄留个γ嘛嘛 它自己γ就是 就是直接就是n-m直接带路了 嗯 对 就是它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相当于一个不逐渐衰减的一个位置 位置相对位置编码 所以它这也说 就是说 它的d是将英国延码和相对位置的一个指数衰减 组合成一个 组合成的一个曲阵 与指数的一类似 这个话我理解一下 通过英国延码和相对距离的指数衰减 相对位置的指数衰减组合的一个矩阵 这是表达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γ它这个n和w越远 有什么意思呢 它的它的γ是 这个数字一般是大于1的还是小于1的 后面可以看到就是 它是这么一个表示 应该是 这样子正复在一个 小于1的 小于1的 那好那再往上看看 如果小1的话 它这个n和越远的话 它影响就越小 影响就越小 它是越小 刚刚它这个密集 对 如果是它越远的话 这个指数越大 那你因为是小于1的 它这个系数就越小了 是吧 对对是的 就底就越小 如果是越近的话 这个n-m它就是认为越大 如果这么说的话 符合常识 对 就是远远的话 我对我这个影响比较小 近的影响比较大 对对它是这样的时候 比较少谈寻 嗯 恩小于1 就直接就没有影响了 也就是说 就是屁股后面的 嗯 后面的反正我就不管了 是吧 我只看往前看 我只对 ok 啊 好的好的 好明白了明白了 好 真的搞笑了 明白了明白了 那这往下看 嗯 然后后面就是它一个 分块的循环表征 它这个混合形式 混合形式 就可以用于加速训练 尤其对于常序来说 它就是将输入序列分成块 然后在每个块里面 用并行表征 然后跨 然后跨块是用循环表征 然后设B为块的长度 然后就它下面第二个块的 对担心输出就表示为以下就是 这一块就是它一个块内的 一个并行表征 后面就是块外 块外 跨块的一个循环表征 因为它都是R 应该是R I和I-1是吗 是什么是这个吗 那个 啊 对 对这个就是 我根据上一块嘛 就是它一个循环表征 然后这个是并行的 表 而块内并行 哦 对 R是是循环表征 循环表征 循环表征 然后这个 左边那个是刚才上面那块 是并行表征 把两个的结果加起来 对吧 对 就是 这样就是整个的我这个 retention要做的事情 这么一块的那个 一个retention输出 哦 它这个 这个想法怎么有点像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计算的时候 它有一个权重值分布 第一部分呢 是跟我自己现在相关算出来的 然后第二部分呢 跟上一个timetime t-1时间也会有相关 这个好像是不是 啊 我记得我之前 好久以前讲评论文 好像也是就是它是大 整个输入就分块 然后块内是进行一个 怎么样的操作 那评论上有点忘记 我正好以前讲过 嗯 也是这么 也是分块进行操作 对对对对 我我这样的文章 好像见过很多种 很多种这样子 就是 都是用了这个思想 就是你这个 这个块要update的时候 我会通过现在这个t时间 我现在先算出一个值来 但是他认为 跟t-1时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会用t-1式的这个 这个块的这个数值 再进行某一个update 他这里应该就这意思 对吧 这个跟t-1没关系吧 这个这个就是说 其实这是上一块是吧 对吧 他是上一块的上一块 对上一块 然后应生是一个一个 所以他上一块就是包含了 其实就是上上上很就前面所有块了 因为他第二块包含了第一块 第三块就包含了第二块跟第一块 其实就是包含了前面所有块 只不过就是他前面 根据前面这个gamma值 他影响不一样而已 ok ok 对 那我我看看就看明白了 我看明白了 他这个反正就是把两个 把那个呃循环循环部分和这个 定性部分全部都加起来 对吧 通过一个权重加起来好像是 嗯 嗯 然后再往下 哦好 嗯嗯 后面就是他就是那么这么三个东西 就是构成一个门口的一个多尺度 Lutention msr 嗯 他这个每他在每一层中就使用了H 等于D mode 除以第一个Lutention头 第一他表示是头的维度 然后他使用了不同的参数矩阵 然后msr他为每个头分配了不同的gamma 但他为了简单起见他不同层中的gamma 他设置为箱头 并保持固定 然后他还添加switch门来增加Lutention 一个非线性 啊形式上就给定输入X 那么他这么一层的输出就是这么 就这么一个 所以gamma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衰减的一个值 然后hide就是他每个头的一个输出Lutention 然后y它是对呃每个头的输出进行一个规范化 然后msmsrx的话就是用使用了switch门 增加它一个retention成一个非线性 然后就这么一个计算 然后右边它是一个 它的三个范是一个尾蛋吗 啊parallel retention就是刚才就是的并行是吧 recurrent是 就是循环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统一的 这个分块循环的分块循环的分块循环 对 就是快内快内并行快外循环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这个我要看一下 我要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哎不是这这等一下啊这个啊 嗯 嗯不是这个inner retention它为什么 哦这这我理解不对吗 这个我一直理解为这个呃快快循环是 刚才说的是把那把那个啊 并行循环和啊并行并行的retention 和recurrent retention 通过一个系数相成相加是吧 你说是这个吗啊对啊这个是系数相加对吧 这就两部分嘛一个是块内一个是cross 啊是直接相加对 对那这个innertrunk 难道不是再往上一页 再往上一页 再往上一页 这个再往上一页 再往上一页 对这个innertrunk 难道不是上面那个并行表真的意思吗 我一直以为是这个 这个吗对这个不是上面一页的 是的呀 是的然后后面 Cross trunk 其实下面的循环表真对吧 对就是下面这个 这个代码里面我没看出来这两个 他我以为代码里面会直接调用一下 他这个其实不是 就是怎么说呢 他这个代码里面 就是他这个东西 他其实这个是有有就是后面他说 就是他那个训练的时候使用的是并行跟分块 然后他推移的时候只使用了循环 哦哦是这意思哦 他们两个他们并不是说这三个的关系 并不是说啊那个分块循环就一定要用到上面两个 简单的相加他不是包含的他就啊 他只是说这三种方式对吧 对他三种这三种方式 他在他的模型都有都有用到 啊然后第三种呢 只是说借鉴了前两种 相当于说把前两种都吸收过来了 对啊啊啊 这不是简单调用的意思啊 对对对啊靠命 他只是说只只说方法上是他们两个的结合 啊对对好好好 那代码上看出来是的 他那个比如说q乘以key那个retention 呃他先transpose一下 然后再乘一个decay mask 就是上面那个parallel retention里面那些东西对吧 对啊然后下面在cross的时候乘一个inner innerinner in a decay 然后再group node 啊group node大家都要做 current kv 对因为他每个头啊他每个头好像是输出他的维度是不一样的嗯 对对所以他用了那个 ok 行啊行啊再往下看嗯 那我知道 刚明白了啊后面就是他一个retention完整架架架架就是这么一个表达形式 然后他ffn是使用的是glu ok这个就对这个就比较那个简单了 一线而已 那反正就是主要还是把这个他就是把attention网络用这个retention把它给给换掉了吗对吧 对 forward 应该是一样的吧 fit forward 应该是一样的 对 forward 反正他就是他没改动吗 他他自己使用的就是用glu 嗯对好好嗯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然后训练的时候他是用这个 并行表征和分块表征啊 但是我 不太清楚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是吧 对他为什么训练还要用并行他去分块里面不就已经有并行 对我这个这块其实没没怎么理解 好像是你既然分块已经已经把这两个吸收过来了 那你直接用分块循环 嗯 分块循环它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并行 但是这个并行是是 难道他是意思就是说我快能用并行的意思吗 那他比例呢 啊是不是有一个比例问题啊 还是都都用到不是说什么叫做这两个都用啊 这啥意思啊这个话也不是很理解 对我也 那个就是 我的理解啊 我的理解 他是不是就是 他是一个文字的就是理解问题 就是说分块循环里面用到了并行表征 对吧 那我就是相当于我就是用了并行表征 我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我觉得那没必要就是你这么训练的话 你要么就要么你有了分块这个循环这个表征 的话你直接全部都用分块循环 为什么还要分一个比例出来用并行呢 所以就是我现在不明白这 那你看看后面吧 就是后面实验里面吧 后面实验里面应该 看实验应该是就是都是分块循环 这样子啊 对但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分块循环里面有并行表征吗 所以他就这边提了一堆就是说我用了这个并行表征 因为如果看他就是分块循环这个表征的话 从这个名字来看就看不出里面有并行的意思 可能是这个意思 你能不能看实验 嗯 那再往下看 嗯 后面就是实验就是 为了他那个公平比较吧 做主要就分重新分配MSR和FFN中的一个参数 在Transformer中他自注意力层有4D的平方个参数 因为他的QKVO 他这个矩阵都是D乘于D的 然后FFN有8D个参数 其中中间维度为4D 相比之下Lite只有 他那个则有8D个平方个Litension参数 因为他那个QK是D乘于D的一个维度 G跟V是D乘于2D的 O是2D乘于D的 因此他为了保持参数量与Transformer相同 他只能将FFN的一个中间那个维度 改设置为了2D 嗯 然后为了而且为了公平较 然后保持不同模型尺寸中的Gamma相同 其中Gamma他就是实验中他用的是这么一个计算公式 然后他有个训练就是如表二所是 这个这个写错 如表二它是后面写 它是训练了不同的大小的语言模型 是1.3B 2.7B 6.7B 然后他的训练语调库是由ThePali C4 and theStock真心汇编的 然后训练超参数是右边这个表所是 嗯 然后后面实验 首先是与Transformer的一个比较 首先是语言建模能力 他在右边图目中表高了 基于Transformer和Retnet的一个语言模型 在验证极章的那个困惑度 然后展示三种模型大小的一个缩晃曲线 然后可以看出就是说 Letnet与Transformer 其实取得了相当的一个性能结果 并且可以看出Letnet就是蓝线 它的这个尺寸缩放方面 它表现比较优异 然后并且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差不多 差不多大于2B 尺寸大于2B时 它的性能就是超越了Transformer 包括了这个Transformer 对 然后右边这个表8式总结 它是Transformer HandedCenter 在不同的上下文 长度下的一个语言建模结果 然后它这个结果 与前面表5这个结果一样 就是它的性能要优于Transformer 并且它的一个尺寸 那个长下文 上下文越长 它的性能越好 嗯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上 啊 这个值是表达的是 哦 Plexy 嗯 对 对对对对 后面就是在一些下游 任务上的一个零样本 很少样本评估 嗯 然后作者在各种像下游任务上 进行的比较模型 作者使用6.7B的模型 评估了零样本学习和4样本学习 5表3所示 它数据集使用的是这些数据集 嗯 然后它的准确力 嗯 就是结果与前面图 表示的一个结果非常一致 就是说 嗯 在零样本和少样本学习设置上 它实现了与Transformer 相当甚至更优的一些更优的性能 嗯 再往下看 嗯 然后面就是训练成本 啊 如表4所示 作者比较Transformer 与Lentine 在训练速度和内存成本方面的表现 然后 就是 这就是KianEffect 然后作者还将其与Flash Attention进行的比较 FlashAttention 就通过重计算和内核融合 提高了速度 并减少了GPU的内存IO 然后实验表明 就Lentine 在训练过程中 比Transformer 和Transformer 叫FlashAttention 它具有一个更高的内存利用率和吞吐量 而内存成本就比较比前面两者多少低 嗯 它的存储量也很高 是吧 高 对 存储量高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 变形计算什么的 对不对 但是Transformer也有变形计算 对 那它 那它这个 那它这个 那它这个到底原好的原因 其实 好的原因是 嗯 它是因为那个RN-M这个这个东西提高出来 所以它能够 嗯 那这这这我一下看 嗯嗯 然后他自己就还提到一个就是说 啊啊 其实他自己看出就是FlashAttention 它跟这个RN-M其实相差比较接近嘛 嗯 FlashAttention也能提高Transformer 一个就是内存消耗的一个吞吐量的关系 但是就是说 RN-M它不依赖于特定的内核实现 因为AttentionFlash Attention是 要特定于内核的嘛 比如说RN-M可以在其他平台上 也可以高效的训练这个RN-M 嗯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推理成本 然后如图右所示 图六所示做的比较Transformer和RN-M 在推理过程中那个内存成本吞吐量和延迟 嗯 然后Transformer的推理过程中 会冲用那个KeyValue这个缓存来 缓存先前那个解码的TOKENS 那RN-M则是采用了 就是前面方程六所示一个循环导帧嘛 嗯嗯 然后它的内存就是从内存 这个右边这个A图可以看出 由于KV的一个缓存存在 Transformer的内存成本呈现性增加的 嗯但是对于RN-M来说 它的内存成本基本上保持稳定 并且可以看到KeyV有个黑色虚线 黑色虚线是指模型的一个 权重的一个存储 对 存储那个消耗 然后它自己就是说Returnite 它这个额外的内存消耗 仅占百分之三左右 内存 呃权重占据的百分之九十七 哦 对 其实说白了还是权重 对 它其实额外的那些训练的内存消耗 其实挺小的 只有百分之三 然后这个Transformer就是因为推理过程中是有 有那个KV 要重用KV缓存先前解码的那些token 对 所以它有内存成本是呈现性增加的 OK 然后呢 好 后面是一个上一上一 右边这个sequence 是吧 哦 这个图后面都有 三个 后面就是吞吐量 就是由于这又中间这个图说是Transformer吞吐量 它随着就是解码这个长度的降 增加而降低 但Returnite通过它Returnite的一个循环表值 使得它的解码过程中具有更高的 并且与序列长度无关的一个吞吐量 所以它是保持稳定 也是保持稳定 嗯嗯嗯嗯嗯 对的 那这个原因是存储量就是解码长度 存储量 它是 它因为它是循环的嘛 嗯嗯 就是你不管怎么长 我都只去我那个就是它长度 如果长度去B的话 那我每次都就是B嘛 就是我你再长的话 我也每次都只去B 它是OK 对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延迟 延迟是解码延迟是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它会极大的影响 用户的体验 嗯 在如图6C所 右边这个图所是 增加Bench size的大小 会导致Transformer一个延迟的增大 并且Transformer在的序列 在输入序列较长时 它一个增长的趋势也更快 嗯 但是维特莱特的解码延迟 只要优于Transformer 并且在不同的Bench size 大小和实路长度下 还几乎保持不变 嗯 这条 我感觉这个真的应该去复兴一下 你看这个看出来 那不是所有的框架都能提升了吗 这个底层提升了之后 啊 对 就 那样子这个的话 那我所有的框架都可以 都可以提升了 只要好像是 只要是能用了Transformer 都用Transformer 都可以都可以改成 对都用了 现在 对 对 但是就是好像也有人说 就说 就是他那个可能 就是 他没有缺点吗 那这个说起来缺点很小啊 优点很明显 那缺点是啥呀 真的 他文中也没说缺点 有些人说是什么 长距离 长距离的依赖的建模能力 可能 不怎么想 长距离的 依赖建模能力比较弱啊 因为如果就是说 因为他是有个 他那个D矩阵 它是伽玛的一个逆次方嘛 对吧 如果说就是说很长很长的话 其实就是 嗯 很小很小了 这个伽玛就非常非常小 是吗 不是这个D就非常非常小 是吗 对比如说 那个D是R 就是那个伽玛的N-N嘛 对不对 是那个地方吧 对 就这个嘛 对对对对 N-N嘛 那如果非常非常大 他就说这个影响会 就他这个 那 这伽玛是个常数吗 这伽玛应该是个可训练参数 应该好像也不是 伽玛 他是他自己文章 这篇文章 他是一个就是一个 常数 是不可不可训练 指数一减去几几 好像是吧 对 那你这样如果这个定好了之后 嗯 好像是 那Transformer也有这个问题啊 那不是一样吗 这这不是大家半斤八两 一样 Transformer也有这个问题啊 嗯 那就能有的都是 都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有 对 我先继续讲 老师 我听了呢 啊啊好 然后就是后面就是他 与Transformer的一些其他变体 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他与Transformer进行比较外 他还与其他变体 包括 啊 线性Transformer 这个RWKV H3 Hienna 然后图五报告了 他不同的模型 在域内验证集和其他域外 语料库 这些语料库上的一个困惑度数值 然后就可以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 就是说 NetNet在不同的数据集上 都要优于先前的不同的模型 然后他不仅在域内验证集上 取得了最好的评估结果 还在域外的 那语料库上获得了最好 也获得了最低的一个困惑度 讲 我感觉 这个 这个 这个过于优秀的感觉 这个玩意儿 好了 所有方法 推理 快速福利液变化 进行考试的这种 哦 对他这里是比较 他就是就是 推理和训练效率 对 讨论一下这个 表示低位隐藏位度 嗯 在推理方面 域内的 它都相同计 而其他价格 域外 域外的意思就是说没见过的是吧 对 域外是没见过的 域内他这个是验证集 对 验证集 验证集也是见过的吗 域外的话就是说这个验证集 我我我根本没见过跟你不是一个Domain的 对 嗯 他也很优秀啊 对 而且好像提升还挺大 这边有三个点 第二名有三个点吧 对 再往下看 嗯 没没看到缺点 我好奇 再往下看 然后后面他就进行骁龙实验 然后作者队对对生态 他进行不同设计 选择一个骁龙实验 然后在表流中报告他一个语言结构 结果 首先是架构 作者对方程中8的一个switch门和Glutonormal 进行一个骁龙实验 就是这边的啊 switch和Glutonormal 然后表图表6 就表明这两种组件都对最终性能起到一个提升结果 就是 这两个第一第二 嗯 然后 然后是多尺度一个衰减的一个骁龙 方程8他是使用了不同的γ 作为retention头一个衰减率 然后他在骁龙实验中 去除了γ摔减 就是消除了γ摔减 就等价于就是我这γ横等于1 即就是这个-γdk 然后在所有头上则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种情况 是在所有头上应用相同的衰减率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 可以看出就无论是筛减机 他一个筛减机制 还是说使用多个筛减率 他都可以提高一个语言模型建模的一个性能 然后第三个就是头尾度 他实验将默论 他前面默论实验头尾度是256 他将它减少到64 他也只是将q和k降到64 他v是只降到128 然后表6也表明就是降大的 较大的一个头尾度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信任 然后后面就是他一个结论 那上面有一项我再看一下 上面有一个多尺度这个衰减 这个多尺度方法8 方程8 展示了不同的这个γ是吧 这叫做vretention的衰减率 就刚才说消除实验中是 去除这个衰减等价于1 对因为到处都一样了 YTK和所有头上 这是啥意思 和所有头上应用相同的衰减率的情况 啥意思 那结果呢 就是他 结果就是这个 那去除干嘛衰减是这么一个 这里 然后应用所有的相同的衰减率是这一步 无论衰减机制还是使用多个人 都可以提高语言建模的性能 对因为他我把这个衰减机制去除了 或者把啊 那个多尺度的一个衰减去除的话 我这个性能就发生下降了下降了是 对 嗯 但是他的下降下的也不多呀 对 他可能就说明他这个方法确实足够优秀吧 然后是这一点 因为他说就我无论我这个这些去除的话 他性能也其实还那些都其实都是小技巧 我感觉你看 对那些都是能稍微提升一点点 一点点对 但是我主要的功劳还是我的这么一个retention retention对 就是这个retention这种方式 什么快循环啊这类的 对 进行循环 好走下看 后面就是他一个结论 就是说 作者也提出了用于啊 序列建模的retention网络 retonite 他能够实现多种表达啊 表达的方式 包括并行循环 并行循环 分块循环 与transformer相比 retonite 实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推理效率 在内存成本速度 显示识方面等等 嗯 然后更有效的一个训练并行化 然后更有竞争的性能 然后他的一项优势就使得 retonite成为了大元模型 transformer一个理想计刃者 就如他标题所说 嗯 而且特别是他在常数复杂度推理 长 常数推理复杂性 带了一个部署优势 嗯 是的 因为你在部署出来的话 你这个influence就非常非常快啊 是的 你这 确实就是他下面那篇文章 文章 那你甚至可以在手机上用 对 然后作者就是说 他有些展望嘛 就是说希望在尺寸大量 因为他自己最大也就6.7 6.7 看了 他6.7 他希望能更进一步扩大嘛 嗯 然后他也说通过压缩长期记忆 对他现在能够高效处理结构化提示 就是还使用lisnet的作为骨关架构训练 都也可以训练 因为训练多么太大于模型 嗯 此外做的就就老老说说 就对于这种边缘设备也很感兴趣 他部署在上面 嗯 嗯 但是这篇文章看完之后 我找出他的问题 说明我没有看得很不够看得很懂 如果看到很懂的话 一下子就能知道他这个问题在哪里 他有一些缺点什么的 对 这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优点 这个说明没有看得很懂 我这个感觉但这篇文章值得多看两遍 我感觉 很好代码也开远的 那也要去试一下 那一定要去试一下 嗯 嗯 那我反正没了后面没了是吧 对后面没了 好那我就不录了